大家好 我是Max 之前我有分享了一個 雅猴鹿角爵上板到椰子殼的一個影片給大家 那時候其實這種上板方式也是我臨時突然想到 我去逛寵物店剛好看到的這個椰子殼 想說它一個圓形把它裝在上面那不曉得是什麼樣的感覺 在這個後面這邊也是有那時候開了一些洞 上面這個大洞是它本來買來的時候它就開一個大洞 應該是給那個老鼠的採光 因為這是老鼠的家 後面這邊又再補一些洞 讓它可以比較稍微透清一點 那時候如果影片各位有看的話可以看到說 我這裡面其實用的水苔量是蠻少的 我幾乎都是用樹皮 把它裝的滿滿的 水苔只有一點點而已 這顆是三彩的牙猴 所以它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很耐惡劣環境的 雖然說很多人都說牙猴其實不好養 那時候我剛裝在這個上面的時候 它的這個臉就一點點一小片 大概過個三四個月 它這個地方的臉就全部長出來了 這是另外一片第二片臉 再來這邊 這邊有另外一隻手也長出來有沒有 這邊的葉子上面一些好像比較有些受傷 或是有一些乾枯掉 有一些褐色的斑紋等等 這個是在它原產地的時候 在戶外的環境下 風吹雨打造成的 所以它到這邊來 還能夠維持這個狀態 我是覺得也是還滿厲害的啦 那之後這個新的啊 它會在我們家這個有屋頂的狀態下 不會在外面淋雨的狀態下 這隻手應該就會長得很漂亮 當初我剛上板上去 我放在陽台的時候 其實就發生了一個意外 我就發現我這邊怎麼破了一個洞 這邊也被蟲咬過的感覺 我完全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 後來我就把這整顆 泡進水裡面去之後 終於被我找到一隻蟑螂 它就直接住在裡面 那個蟑螂它也很猛 它會游泳 我把它抓出來之後 它居然還想要游回裡面去 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訝 看它那個踢腿的那個動作 比我的小孩還會游泳 有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的後面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包覆在那邊 它不透氣 不透氣的一個狀態下 這顆油可能會養得不好 那事實上我在3、4月到現在7月 它的狀態是越來越好 那我覺得用這個椰子殼的方法 應該是可行的 有幾個重點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的裡面用的東西是 大量的樹皮 而不是水苔 因為其實在 鹿角角的原生環境中 也不會有太多 我手好酸喔 也不會有太多的水苔 這類的介質可以用 那它一定就是在一個 有一點的濕潤的樹表面上面而已 就用那一點點的介質去抓附在樹幹上 所以我相信水苔的數量是不需要很多 那再來就是說裡面是大量的樹皮 那個樹皮又不是一整塊 是好幾塊在一起的 所以它中間的縫隙是很大 可想而知它縫隙很大 中間的空氣就很多了 所以說裡面的這個環境下 它就是屬於一個潮濕 但是又不會積水的狀態 那我是覺得還蠻理想的 然後再來就是底下這個地方 我是用水苔去把它給包著 那它等於說 這邊如果有一些水器的增扇上去 然後在這個地方如果說 我把整顆泡在水裡面 要晾乾的時候啊 就這樣掛著 這個地方也是我下面一直 可以把水給沥掉的一個地方 在這裡 它不會把水積在裡面 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目前為止 這顆牙猴鹿角角的一個狀況 感覺上還不錯 牙猴也沒有說那麼的嬌貴難養 那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 這顆牙猴它是山材的 山上長大的孩子 所以可能也不會那麼嬌貴啦 那只要注意到 不要讓牠直射太陽 牠是很疏鬆透氣的這個狀態 不要積水 其實這個牙猴還算是蠻好養的 牠的狀態是這個樣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說 小心有蟑螂 牠真的會被蟑螂吃 我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個傳說 結果沒想到居然是真的 蟑螂真的會吃牠 而且我還是 剛掛上去 沒幾天蟑螂就來了 目前現在是沒有 因為上次被咬到現在 我把那個蟑螂給除掉了之後 牠就一隻 之後再也沒有任何被啃咬的痕跡 所以我相信這裡面應該是 沒有住任何的東西在裡面 那如果說這顆後續還有什麼發展 如果這部影片反應還不錯 我可以再拍個後續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我接下來我要再拍另外一個 也是用另外一種方式上版的鹿角角 叫做黃怪 我現在過去拿 但是我現在也不先跟大家講 我們下一集再分享給大家 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